歡迎節目時間 今日名人居室會和大家參觀 景雄移民顧問關景雄的家 他的家是位於大埔的康樂園 面積超過3,000呎 用了一年時間裝修 最近才入伙 除了有花園之外 亦有卡拉OK房來招呼朋友 一起參觀 景雄移民顧問 相信不少人在電視廣告中都有聽過 創辦人關景雄 自己本身在30年前都移民去加拿大 不過後來又回流回香港 在康樂園居住 曾經搬過去九龍站海船門 但他和家人始終都不是很習慣 太太又比較覺得康樂園的空氣 而且始終住完屋後再住屋 很多傢俬或雜物都不夠地方放置 搬來搬去其實很多東西未拆箱 後來也發覺始終住屋 真的比較寬敞 2009年中馬入康樂園這座獨立屋 裝修了一年 最近才接員工搬進來住 杜嵐屋一共有兩層 建築面積有3500呎 室內除了用木材之外 還用了很多金屬物料襯托 大部份都是由關景雄自己精心挑選 如果全部木質好像沒有很單調 但如果這些金屬始終有一個襯托 基本上木的顏色 金屬可能會比較光亮或閃亮的感覺 看上應該會突顯到 從一個較為大自然之中 有些少現代化的感覺 又用了不同款式的場紙 去佈置室內不同的區域 梳化背後這幅牆 用的是波浪文牆紙 中間柱位的牆身 就用了另一身的牆紙 用牆紙可以在不同地區 亦可以有不同的顏色 經過一段時間又可以隨時換一換 又可以有另一種不同的看法 單位連接一個過千尺的花園 由於搬進來不久 還在密色緊合適的植物 增添新氣 這幅用木板砌成的圍牆 就是花園的焦點 在地爐的卡拉OK房 是關景熊用來招呼朋友的地方 室內有隔音設備 不會騷擾到其他家人 我喜歡安排給別人唱歌 或者大家搞些氣氛 而我自己唱歌又不是太投入 我喜歡人家開心 我會更加開心 所以我特意在這個布置 我盡量去 copy 好像在比較一般舒適的 卡拉OK的感覺 盡量去給它 在音響方面 就算是梳化 我都專門是卡拉OK的梳化 去訂製回來 在地爐的另一邊 有一張吧桌 一樣可以招呼朋友 主人房的佈置都是以簡潔為主 以黑桃木作為儲物櫃的飾面 房間有一部份的空間 就畫了出來做醫務間 由於經常要出差工作 住慣酒店 關景和浴室都有一定的要求 康樂園的設計 洗手間始終是一個不太大的地方 我喜歡洗手間 起碼有兩個洗手盆 大家的空間比較大 可能我住慣酒店 我喜歡酒店的比較大的洗手間 經過改裝之後 現在主人房的套餌 除了有箱洗手盆 鏡掛的周圍都裝了光管 十足十酒店的設計 在政府去年收緊政策之前 不少人都選擇買物業 申請投資移民到香港 關景雄也都認為 買磚頭的回報較為理想 好像他這個單位 在過去兩年已經升值五成 始終買樓 在中文社會的地方 是一個最佳選擇 因為基金股票債券 始終都是高追低沽 這個是正常 還有很容易會恐慌 那樓宇始終 你自住 或者甚至有時候 看合一間低位 可以入一些貨 以及收到租 甚至有很多朋友 都轉移去投資商業的 好像店舖方面 其實店舖 甚至買得好 真的可以養三代